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成都吃下爸爸烧烤 是爸爸不是爸爸啊 现在没吃上 我边上有个小三轮车路过 所以我抱着我的桌子 等他来抱着我的桌子 先抱开一会儿 哈喽大家好 这一家小偷开了二十多年 之前就是一个三轮车 后面呢 座大座墙了 所以变成一个小蓬蓬了 这里面一人看着像荒调以外 但人气真的非常足 你看这边都是本地人来吃 然后很多都是拖家带口一起来吃 我来的算比较早的 但是一人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吃上 他们俩的鸡脚烤的真的很糯 这也是我第一次吃烤的拖骨鸡脚 7块钱以后 刚在旁边有个哥们儿 去上厕所 让我帮他站下位置 然后我一直帮他看着 就是他位置很紧张 你知道吗 真的好吃 很糯 这个麻辣的味道提到刚好 你会觉得味道很滴吗 他把这个鸡脚的鸡脚 如果完全提干净的话 他就是鸡烤鸡脚 就是大乘者 看我到后面 在这边吃东西 就是特别开心 因为我买到很多小朋友在这笑心心心的 我好开心心心好好 真的超级软乱 其实那种胶质 感觉像在吃猪蠢的感觉 这个鸡脚烤得这么好吃 真的我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烤鸡脚 这就是一边吃还一边定位置 这就是有点紧张 这个长长的是五花肉没有错 回来了 他们家五花肉是这种肥的部分更多一点的 就是吃起来油香味特别浓 一点都不腻 它们家的烤串特别像炸锅的感觉 电烤的但是味道我觉得是可以的 刚才我们边上这小哥吃完之后说微辣 吃了几分之后有点瘦不了 辣得遭不住了 正常是中拉起步 我刚才试下咪的肥肠 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 就是肥肠里面塞了青椒这样烤着 已经盖掉一部分肥肠的那种香味了 更多的是青椒的这种清香 加上肥肠这种很耐嚼的口感很棒 哇 它们家所有东西 刚刚是这种干辣椒 烤的干干的 这种干香味儿了 今天吃起来像炸锅了一样 把一个糊涂烤得像薯桃的感觉 看这个饼烤得好吃啊 特别香 而且一点都会油 我来这个饼烤得好吃 它们也烤得太慢了 不然我一定要再去炸一个饼 总体来讲这是一家其貌不扬的小店 环境很差 但是味道真的挺好吃的 但是等待的时间真的特别久 好 你清楚 今天我们视频下期再见 拜拜